這就是我們的野客車 野客車在我們廟室也是第一台的車 我以為你是說在做野客車的時候才可以 不是啊 落盡喔 對不是自作 而且剛剛那個野客呢 它上面做的都是真的小朋友喔 對真的一格 是 但是我們野客車的發源地 不是跟我們組成野客的地方 是在我們台中情緒 是 那地方最多野客 對 來 歡迎我們的淡水浮渡溝 我們的神匠童 好 我們的蚊蜜 旁邊接下來是我們的陳順湘君 謝謝 來 大家呢 我們參與藝術教的可以 感謝我們一路辛苦了 以前這個神匠團是現在的現身 以前小時候都說大神紅 對 都說大神紅 對 都說大神紅 其實要穿這個大神紅 也要相當的底子耶 對 不然你看那個手啊在擺動啊 對 你也必須要有一定的那個綠感有沒有 是 不然會去打作會喔 這對於千順將軍很特別 嗯 你知道哪裡特別嗎 一般我們的千順將軍 他們在驚發 以及我們北港條天宮 我們千順將軍在驚發 所有的將軍 在那邊破的都是高級 是 但是我們淡水浮游宮 我們的千順將軍看到是我們的汪風 是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沒錯 現在我們的千順將軍參與完 要來供應到我們浮游宮 救命 ping 我們 dep der kirte 還有出去服務 吸引 檢空 把 我們 馬祖 peut 一個 幫 那 馬祖個 那他其实呢大家都忘了 其实妈祖伯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 在她呢还没有得到之前 孝顺的女儿 所以呢在她的这个宗旨上面呢 传承了什么孝道 所以呢她希望她所有的众信徒 除了呢在跟随我们的绕境的活动之外 在家里最重要就是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亲 她的慈悲她的善良 很多人都有感应过 所以我们祖母非常非常资美 所以大家呢大家都说我有很多都是妈祖母的孩子 是什么是妈祖母的孩子 因为呢我们祖母就是我们的妈妈 就是妈妈的尊称呢 我们心目中的妈妈 那但是呢就是要她希望她的宗旨呢 就是除了大家要慈悲善良之外 也要孝顺 因为我们李牧娘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 今年的slogan是 我爱妈祖 妈祖母